我妈总爱和我搞瓷镜 她在网上发帖 猜猜谁是女儿谁是妈妈 佩图是十岁时黑黑瘦瘦的我 和十几美颜后四十岁的她 评论区阴阳怪气骂她 神经 她转头又发了新的帖子 我这么好看 怎么就生了个这么丑的女儿 网友骂她和女儿搞瓷镜 恶心 她怒怼 我贬低她是为了锻炼她的抗压能力 你嘴里塞详了 这么臭 结果她遭遇网爆 从二十楼一跃而下 就像我当初那样 一 我妈有个社交账号 她经常在账号上发自己的美照 但网络上的美女这么多 她的照片并没有吸引到几个粉丝 有天 她心血来潮在账号上发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我十岁时又黑又瘦的丑照 一张是她十几美颜后的美照 照片没有问题 她的文案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猜猜谁是女儿 谁是妈妈 她向来觉得她比我美 总以贬低我为乐 朋友圈也从不会出现我正常的照片 有的只是我出球时抓拍到的瞬间 没人会觉得她在和我搞辞敬 在他们的认知里 妈妈在朋友圈发孩子的丑照 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可网络上的人与她素未谋面 看到她这个配图和文案后 全都忍不住阴阳怪气地骂她 神经 阿姨 你一定是女儿 旁边那个女孩一定是你妈 哇 好年轻的妈妈 好老的女儿啊 哦 这个女儿一看就是妈妈 我妈打开社交账号 看到99的后台消息全是在骂她的后 气得转头又发了新的帖子 这次 她发了她和我12岁时的合照 照片上的我脸上长了不少青春痘 她两只手拉着我本来就有点肉肉的脸 让我看起来像只气骨了的丑河豚 这张照片没记错的话 是我爸拍的 她当时边拍照片边硬夸 哎呀 我老婆咋这么好看 我不开心的想要躲开我爸的镜头 却还是被我妈拉了回去 这才有了这张神河照 我知道 我妈发这张照片是为了扭转舆论风向 可网友们没惯着她 只因她这次的文案又在网友们的雷区上蹦打 我这么好看 怎么就生了个这么丑的女儿 直接对她开炮 大妈你没事吧 你女儿才多少岁啊 你就这样贬低她 真是小刀割屁股 我被开眼了 和自己的女儿搞辞敬 真有你的 你女儿哪怕长了青春痘 有点肉肉的 五官也比你每一万倍 恶心 能不能放过你女儿 面对网友的狠评 我妈丝毫不怕 她直接置顶了点赞最高那条评论 并回复了对方 我贬低她是为了锻炼她的抗压能力 你嘴里塞响了 这么臭 二 退出社交账号 我妈还是不解气 她恼怒地打开朋友圈 发了九宫格 全是她的美照 并配文 家里少了个碍眼的玩意儿 心情都愉悦了不少 我弟和我爸默默给她点了个赞 唯一为我鸣不平的 只有我姥姥 姥姥在这条动态下质问她 芝芝也是你女儿 她都死了 你就不能消停会 哦对 我已经死了 三 这是我死后第十天 我是怎么死的呢 那天是我的生日 姥姥给我订了个蛋糕 喊我回去庆祝 她还送了我一条红色的连衣裙 我拿着连衣裙 在镜子前仔细端详 最后在姥姥的鼓励下 高兴地把新裙子穿上 我穿着人生中最美的红裙子 和姥姥坐在蛋糕前 许下一个小小的生日愿望 姥姥慈祥地看着我 温柔地问我 芝芝 你许了什么愿望啊 我嬉笑着回应 我希望妈妈再也不要说我丑了 姥姥听后一愣 眼眶微红 她伸出手 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 说我的愿望肯定能成真的 可姥姥骗了我 我穿着红裙子 哼着小曲从姥姥家 回到我们家里时 我妈看我的眼神 非常的不友善 她一双冷眸 将我从头到脚扫射了一遍 随即眼露鄙夷之色 芝芝啊 你这么胖 就别穿这种妖艳的红裙子了 这裙子都把你衬得 比我还像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了 她说爸 还看向了我爸 老公 你说是吧 我爸向来宠她 只会附和她说的话 她甚至看都没看我一眼 就瞎附和 嗯 直直这腰身是比不上你的 恶心 我觉得很恶心 从小到大 这样的情景我经历过无数次 可我总是自我攻略 欺骗自己 他们只是说话太直接 心里还是爱我的 直到我看到我妈 跨邻居的姐姐时 毫不吝啬赞美之词的样子 我才知道 我妈只是不喜欢我 只是想和我一个人搞辞尽 她处处贬低我 总在我爸面前 将我和她做比较 不过是不想我爸对我好罢了 可是啊 我想要的只是她的爱而已 四 我越想越委屈 忍不住冲他们吼了一顿 够了 红裙子是姥姥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很喜欢 姥姥也觉得我穿着好看 这就够了 我妈扎扎嘴 丝毫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甚至还责怪我不尊重她和我爸 瞧你这话说的 感情是怪我们忘了你生日 一个生日有啥好过的 都说儿生日娘苦日 要我说 你生日这天最辛苦的人还是我 你不对我感恩戴德就算了 哪来的脸来冲我跟你爸吼 我爸看我妈像是被我气着了的样子 也开声苛责我 嗯 我觉得你妈这话说的对 你呀 就是总往你姥姥家里跑 被你姥姥宠坏了 都不知道感恩父母了 你妈说你丑 说你胖 也是为了你好 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好 你呀 就是不懂你妈她的用心良苦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 全都在指责我的不是 我不明白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我妈生我 给了我生命 我是该感激她 可就因为我的生日是她的苦难日 我就不能过生日了 我向来嘴笨 不懂回怼 只能吞下全部委屈躲在房里 独自消化坏情绪 五 我好不容易自我攻略成功 打开朋友圈 却发现我妈偷拍了我 还把我洗澡换下来的红裙子 穿上对镜拍了几张照片 她把我和她的照片放到一起 我的照片又矮又丑 因为委屈和不自信 还有点含胸驼背 她的照片 每个角度都是精心设计过 在拍下来的 看着又瘦又美 颜值和身材都绝对碾压我 照片的对比我已经习惯了 真正让我万念俱灰的是 她的文案和评论 偷偷穿一下女儿的裙子 哎呀 她穿着这么紧 我还以为自己穿不上呢 没想到腰部还有余量 我就说她配不上这裙子吧 她还跟我讲 这女儿真是白痒了 哎 动态评论区里 是亲戚们的热烈负荷 芝芝生的是真不及你万分之一 现在的孩子啊 就是她有自己的主见 根本不懂自己的父母 芝芝身上这肥肉 都能煎油炒菜了 我妈回复了这条评论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我抹着泪 翻遍了我妈的朋友圈 又把她贬低我的那些话 全都看了一遍 随后默默退出界面 把手机扔到一边 我在床上坐了整整三小时 终于还是写了遗书 从窗台上一跃而下 从高处坠落的瞬间 我有种在自由飞翔的错觉 我不惧怕死亡 只觉得死亡与我而言 是一种解脱 伴随着一声巨响 我的灵魂从破碎的肉体中飞出 回到了我们家里 六 我自由地在家里穿梭着 迫切地想知道 我爸妈知道我死后 会是什么反应 他们睡得很沉 根本不知道我跳楼了 警察上来拍门 问他们我在不在房里 他们还不耐烦地表示 他昨晚和我们闹别扭 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里睡觉 懒得跟猪一样 带头的警察微微拧了拧眉 把小区里有女孩跳楼 尸体在高空坠落后 砸在遮阳棚上 导致头身分离 身体部分也支离破碎的事说了 我站在警察的身旁 好奇地打亮我爸我妈的表情变化 我以为他们在听到 警察同志 你们还是别在我们家浪费时间了 就我们那个胆小怯弱的女儿啊 她就不可能跳楼自杀的 警察听得眉心都皱成了个穿子 大概是已成为灵魂吧 我感受不到 被自己最亲近的人讽刺的痛苦了 还挺幸运的 我以为警察会因为他们的说辞而离开 可他们却坚持要进屋看看我的情况 我妈心里纵然有一百个不乐意 也还是去开了我的房门 我在睡前反锁了房门 她扭了几下没打开 扭头回房里拿了把钥匙过来 那把钥匙我认得 我不在乎我的私生活 为什么要偷偷藏着我的钥匙呢 我想不通 反正我已经死了 别懒得再想了 咳 咔哒 房门被打开了 闷热的风从打开的窗口灌了进来 我没兴趣再留意我爸妈的神态变化 率先飘到了窗台上 往下看了一眼 嗯 挺高的 办案的警官扫了眼我叠放整齐的备单 随后走到我的书桌前 上面压着我的遗书 我也凑过去看了眼 我只写了短短的一行字 妈妈 我死后 一照能不能用我学生证上的那张 警察拿着遗书看向我妈 问 为什么一定要用学生证上那张照片 我妈心虚的嘟囔着 我哪里知道 警察还问了他们几个问题 他们却是一问三不知 我妈甚至在警察搜出我藏在床底下的福西厅 得知我生前可能患有抑郁症时 说了一句 啥抑郁症 这不就是交情病吗 气得在场的警察直接带他们回警局里协助调查 我也飘着上了警车 8 在审讯室里 审讯员问我妈 你平时有发现你女儿有啥不对劲的地方吗 我妈嘟嘟嘴 她没啥不对劲的 审讯员对她的态度感到不满 但还是忍着不越继续提问 她昨晚跳楼前 是否有发生过啥不愉快的事情 我妈不满自己被当做犯人一样审问 更不想为了我的死而浪费这么多时间 在审讯室里委屈巴巴的哭了 警察同志啊 我女儿她就是性格阴暗 我跟她爸批评了她几句 她就受不了跳楼的 这跟我们也没啥关系啊 你们不能把我关在这里审问啊 看着我妈声泪俱下的样子 我感到一阵乌寒 她总是这样 明明自己错了 却总是会装可怜甩锅到我的身上 我以前辩解过 但没人听我的 我也就懒得解释了 反正结果都一样 可我看到审讯员对我妈发了脾气 你女儿跳楼了 你还是她妈吗 你就一点都不上心难过 我看你朋友圈发的全是你女儿的丑照 你给她发的消息也总是贬低她夸自己的 你这是在和自己女儿搞辞敬 那是你女儿啊 你怎么能这样做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外人为我鸣不平 原来有人懂我的痛苦 可是太晚了 我死了 哪怕我妈忏悔 那又怎样呢 我曾经受过的那些痛苦和委屈 她也不能感同身受 九 我确实是自己跳楼自杀的 我爸妈最终只在警局待了几小时便回家了 回家后 楼里的邻居都来慰问她 她把人家的好意都收着 待把人送走后 立马跑进我房里 将我的东西通通打包起来 让我爸拿到楼下的垃圾桶里丢掉 真是晦气的丑东西 生前天天惹我不高兴 死了还不让我清静 我爸抱着她塞过来的垃圾 犹豫了很久 嘴唇张张合合 愣是没蹦出一个字来 我妈看她这样就来气 她从不喜欢我爸关心我 更不喜欢她维护我 我从前看到这种场面总会觉得委屈 如今死了 反而觉得挺可笑的 我爸被我妈骂了几句后 也没吭声 默默抱着我的东西出门去了 我没跟她出去 而是待在家里 我其实还是抱有最后一次希望 想着我妈会不会在没人的地方 为我流几滴眼泪 她在我爸出门后 拿着手机坐在沙发上披图 修完后 她发了朋友圈 女儿跳楼了 没了 配的图不是我的 而是她的 我想我应该是难过的 可我死了 没了心 难过不起来 我只是想到了我姥姥 我妈的朋友圈动态所有人可见 我怕姥姥看到动态后会伤心 怕姥姥会哭 十一 姥姥的电话很快就打到了我妈的手机上 我妈接了电话 声音漫不经心的 妈 哦是 我在殡仪馆看了她的尸体 支离破碎的 衣容整理师再给她修补了 我觉得没啥意义 要不是那个办案的警察 一直劝我给她修补遗体 我都不想花这个钱 我听着她对姥姥说的话 感觉眼睛里湿湿的 我抬手抹了一下 原来是红色的眼泪啊 电话那头的姥姥 应该是狠狠地骂了我妈一顿 我妈最后气呼呼地把电话挂断了 十二 我爸把我的生前物品都扔了后 很快就回来了 看到我妈气鼓鼓地坐在沙发上生闷气 她还坐过来搂着她 安慰说 好了 以前这一幕让我感到晦气 我躲到了自己的房间 大概是我的怨气太重 我进来后房门被封带上了 砰的一声响后 我爸我妈被吓了一跳 我听见我妈情绪激动地嚷嚷 她是不是自己想不开死了 还要回来吓我们 我没想过要吓他们 我已经死了 只是一缕灵魂 根本做不了什么 可我爸附和着她 一个劲地咒骂我 她这个丑东西要是敢回来吓你 我就请道士回来做法 让她永生永世不得超生 我机械性地捂住了耳朵 不敢再听 我想逃出去 却又发现我每次从窗口跳下 都会被弹回来 为什么 我都死了 为什么还是逃离不了这个家 只能待在我爸妈的身边 我靠着墙坐下来 把头深深埋在双腿间 寂寞地等待着我的葬礼 等待着我能彻底离开的那天 13 我的遗体整理花了很长时间 我妈接到衣容整理师的电话 不情不愿地化了个美美的妆 拎包出门去缴费 我也跟了出去 门打开时 我看到了守在门外 白发苍苍的姥姥 我妈看着她满眼诧异 妈 你咋来了 姥姥微微颤颤地 从口袋里掏出来个红色塑料袋 我认得这个塑料袋 是姥姥用来装她攒下来的钱的 姥姥给我看过里面的钱 不多 一共3526块 她说等我高考后 她就把这些钱都给我 让我买化妆品和漂亮的裙子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那天姥姥满眼期待的样子 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又忍不住鼻头发酸 真是对不起啊 姥姥 你看不到我上大学了 我也用不上这笔钱了 姥姥把红袋子打开 把里面的钱取出来递给我妈 里面全是零零散散的钱 有五毛 一块 五块 十块 我妈没接 你把这个钱给我做什么 我妈不是不想拿姥姥的钱 她不过是嫌弃姥姥的钱又旧又脏 面额还小 姥姥还是坚持要给她 这钱是我准备给芝芝用的 现在她也用不上了 她仪容整理的费用不是还没交 你就用这笔钱交上吧 就是芝芝的遗照 你记得用她学生证上那张照片啊 走在了姥姥身旁 她的眼睛红红的 昨天得知我的死讯时 一定哭了很久吧 我真傻啊 以为结束自己的生命后 爸妈会内疚 会痛哭 却忘了 他们会痛苦的前提是爱我 他们不爱我 又怎么会痛 我伤害了自己 我的死 能惩罚到的只有爱我的人 只有姥姥 我伸手触碰了姥姥的脸颊 其实我碰不到她 但姥姥好像感应到了我 静止愣愣地扭头看着我的位置 她慢慢朝着我的位置走了过来 越来越近 走到我面前时 看到空荡荡的房间 她嚎啕大哭 作孽啊 芝芝 姥姥来晚了 你的东西都被他们两个畜生丢掉了呀 很奇怪 我感受到了她的痛苦 我跪在她身侧 张着双臂抱住了她 别哭了 别哭了 姥姥 我在心里疯狂地喊着她 她听不见 十四 我守在姥姥的身边 她待到了很晚 我爸我妈才回来 他们看到姥姥后 像见鬼了似的弹开几米远 我妈吓得拍着胸口连连直呼 吓死人了 妈 你大晚上的不开灯 站在那个晦气的房门口做什么 姥姥听我妈又骂我晦气 气得要上来打她 你咋说话的 芝芝是你女儿 她都死了 你就不能嘴上几点得 我妈边躲闪边叫喊着 我没有那么丑的女儿 又黑又胖 脸上还有青春痘 哪里有我的基因 她在我的房子里跳楼 我还觉得晦气呢 而且她死了就死了 她这样的人活着也是社会的危害 她长成那个样子 以后肯定没人要 不会过得幸福的 又来了 她总是这样说 总是把那些追心的话 往我身上扎 我习惯了听这种话 姥姥却是第一次亲耳听见 姥姥捂着胸口 喘着气 指着我妈妈 我怎么就生了个你这样的女儿 你会遭报应的 我才不会有报应 我要有报应早就该有了 我妈根本不信报应这种东西 她让我爸把姥姥送走后 又忙不迭地在社交平台上 发了一张自己的美照 并配文 很多人都说看不出我的年龄 你们猜猜我几岁啊 她账号里的粉丝不多 关注她的大多数是中年猥琐大叔 他们给她评论 跪舔她 让哥看看 妹妹看着就顶多18岁 他们和我一样有眼光啊 来 发个视频 书看看你几岁 我票在我妈的身旁 默默看着那些男人给她的评论 只觉得一阵恶心 我妈却面若桃花 边回复边笑 我看到她把我和她的合照 发在了评论区 并置顶了留言说 嗨 妹妹我40多岁了 女儿也已经上高中了 就是啊 很多人都说我跟我女儿走在一块 她更像是我妈 她本意是想大家夸她 比我好看 比我年轻的 可官方平台给了她流量 很多人看到了她这条评论 有人选择无视 有人选择回复对她 不是 大姐 你要是眼睛没用就捐了吧 大妈 别以为你长得丑 我就不敢骂你 晦气 豆腐都有脑 可你却没有 给你点个蜡烛吧 看你这么能吹 我跟着我妈一起看网友们给她的回复 越看她的脸就越黑 而我越看就越激动 网友们的嘴怎么这么会说 要是我能有她们的一半 也许就不会因为被我妈批为 而绝望到跳楼了 15 我妈气得把那些阴阳怪气 骂她的评论全都举报了一遍 完了后 她还觉得不解气 又给人家发私信 骂人家家住大海边 管这么宽 有的网友懒得搭理她 但大部分网友都不惯着她 他们化身正义的使者 一个劲地回怼她 触景生情 你就占了两个字 大妈 脸就一张 你就不能省着点丢吗 没文化可以学 长得丑可以整 但你心眼坏 没文化 还长得丑真的没法治 话托在世都不行 我妈浏览这些回复时 我依然守在旁边跟着看 她看得五孔生烟 我爽得灵魂都有些飘飘然 原来这就是被维护的感觉啊 这些网友与我而言都是陌生人 可他们路见不平一声吼 为我出手 出言教训了我辞敬脑的妈妈 我太感激他们了 等我灵魂被黑白无常带走 去见了阎王爷那天 我一定给阎王爷多磕几个头 求他老人家好好照顾这些好人 还有我可怜的姥姥 如果有下辈子 我一定要给姥姥当女儿 好好爱她 几个回合下来 我妈败了 但她将怨气都发在了我身上 她拿出了我留下来的学生证件照 用剪刀使劲戳我的脸 你这个丑东西 还想用这种照片当遗照 我偏不让你如愿 那是我唯一一张能看的照片了 我扑过去 呲牙咧嘴想要阻止它 可身后似乎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把我拉住了 我回过头来 静真看到了小时候姥姥给我讲故事 提到的黑白无常 我像只小鸡仔一样 被黑无常拎在手里 他冷冷地开口 你生前受尽了委屈 此后执念太深 我和白无常才无法 把你带回地府找阎王爷报到 我们原本是打算 等你执念全消后 再带你回去交差的 没想到你在这一刻产生了恶念 竟想对其他人下手 你是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受尽恶鬼折磨吗 我吓得浑身一哆嗦 委屈巴巴地摇头 我不想 我害怕 你都敢跳楼了 你还怕啊 白无常是个漂亮的姐姐 她温柔地把我 从黑无常手里抱了下来 我飘在他们的身边 这才发现他们很高 也一点都不吓人 哥哥姐姐 你们是来带我走的吗 我飘到能与他们平视的高度后 紧张地搓了搓手 黑无常哼了一声 没说话 倒是白无常姐姐耐心地给我解释 我们不是来带你走的 只有你放下执念 自愿跟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才能把你带走 但接下来这段时间 无论你妈做什么 你都不能伤害她 我挺奇怪的 明明我连姥姥都触碰不到 我咋能够伤害得了我妈呢 白无常看出了我内心的想法 又给我解释明白 一般灵魂是没有办法伤害到人的 但你对你妈的怨念太深 她又把你唯一的一张好看的照片戳烂了 你这才爆发了 也就能触碰得到她了 原来 他们只是来阻止我继续做傻事的 我不能被打入18层地狱 我还想来世给姥姥当女儿呢 我得慢慢放下执念 好好地离开 再抬个好胎做人 16 得到我的保证后 黑白无常消失了 而我妈也终于累了 把我的照片扔进了垃圾桶里 垃圾就该装在垃圾桶里 她撂下话又回到了房里 我跟着飘了进去 这是我第一次进她的房间 我生前是不被允许进来的 她说我身上臭烘烘的 把她房间都熏臭了 可我问过我身边所有的同学 他们都说我身上有股淡淡清香味 不是臭的 我记得我把同学的话告诉她后 她就把家里的沐浴露和洗发水都藏了起来 不给我用 她说我是学生 就不该花心思在打扮上 应该素面朝天 我爸有次无意中夸我的眉毛长得好看 比我妈的更像柳叶眉 她就直接拿出眉刀 把我摁在沙发上 用眉刀把我的眉毛刮下来了一截 我因为这半截眉毛 被班上的同学耻笑了大半个月 班上有调皮的男同学 还笑我是无眉大侠 想起这些往事 我心里对我妈的恨意又加深了些 我直直地盯着她看 她对着镜子自拍了好几张美照后 满心期待地把我小时候被弟弟揍哭 委屈巴巴地来找她告状时的丑照 和她方才的自拍照批到了一起 发在了她的社交账号上 这回她的配文是 有个又丑又不听话的女儿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她是个很会取标题做文案的女人 她这个标题确实吸引了不少妈妈的关注 起初她们谁也没发现 这个帖子的不对劲 一个劲地在底下附和 我女儿也是 年纪小小的不学好 总是穿些乱七八糟的衣服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个学生 反而像是街上的站街女 我女儿自己长得不好看 我说她两句 她还跟我哭 唉 心累 现在的小孩子真不经说 说两句就抑郁了 附和妖 我感到悲怯 为她们的女儿感到悲哀 她们也是做过女儿的人 为什么不懂自己的女儿呢 是真的不懂 还是不想懂 很快 评论区有个留言 被网友点赞送上了热评 这位网友发现了我妈帖子里的滑点 可为什么我看到的是 你女儿委屈巴巴地来找你 而你只顾着嘲笑她 她一点都不丑 不过是你在刻意丑化她 我看着这条热评的点赞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网友 看到了我眼里的委屈 越来越多的女儿 在我妈的评论区里开喷 她们像我一样 都是妈妈眼里的丑孩子 是妈妈眼里最不听话的孩子 也都是被辞尽的女儿 17 我妈不可思议 她没觉得自己做错了 她回复了热评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鞭策她 但网友们不买账 她们反问我妈 鞭策她需要用她的丑 来衬托你的美吗 你是丑得见不了人 才会想和自己的女儿辞敬吗 我妈气得在手机上疯狂输出 我看着镜子里她的模样 好可怕 比我死时的样子还可怕 我吓得飘出了房间 我爸也从外面回来了 我爸刚进房间 我妈就扑到了她怀里哭唧唧 我心情不好 在网上发了我跟芝芝的照片 可网友们都骂我 他们都是神经 她真会恶人先告状 她该不会以为网友们都是我 可以任由她拿捏吧 偏偏我爸就吃这套 她心疼极了 抱着她说要惩罚我 她死了还让你不开心 咱就把她骨灰撒了吧 让你撒撒气 我妈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而我只觉得 这真是一对颠工颠婆 亏我以前还想得到 他们的关注和爱 真晦气 18 我爸和我妈真想把我骨灰撒了 幸好姥姥提前过来发现了 并把我的骨灰抢了过去 死死地抱在胸前 她在小区里对着我爸我妈大骂 有你们这样当爸妈的 女儿生前你们不爱她 死了 你们还要遭她的骨灰 你们真枉为人 死了也是要下18层地狱的 我扭头问再次出现在 我身边的黑白无常 姥姥说的是真的吗 他们这样的人 真的会下18层地狱吗 黑无常一如既往的高冷 但这回她也看不下去了 坚定地点点头 我妈却不信姥姥的话 她始终认为 人死了就是死了 不会有轮回 也不会有天道惩罚 姥姥对她再无话可说 只丢下一句 你好自为之 就抱着我的骨灰走了 我想跟过去 但我离不开我妈和我家 我问黑白无常 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 白无常姐姐告诉我 很快了 我以为她是哄我的 可我死后的第二十天 我妈死了 我也终于可以离开了 19 我妈是被网报后发了疯 从20楼一跃而下的 她那天在网上 发了我和她的照片 又一次配文问网友 猜猜谁是女儿 谁是妈妈 网友们早就看清了 她的真实嘴脸 他们全都在评论区阴养她 有的是发了自己 与一条狗的合照问 猜猜谁是狗 有的是发了自己 和一把扫帚的合照问 猜猜谁是扫帚 还有的是发了自己 和一个男的合照问 猜猜谁是男的 但这些对我妈来说 全都不痛不痒 她反而看到了流量密码 在账号上发我和她的照片 发得更频了 她甚至还妄想着 自己成为了千万网红后 直播带货 每天能赚个千百万 可她的愿望落空了 因为网友们不是傻子 他们不会被她耍得团团转 他们一个劲地举报她 甚至有网友 从她以往发过的帖子里 找出了我们家里的地址 这才知道 我早就死在了十天前 这下我妈如愿火了 但是是被骂的 二十 我们小区里每天都来了很多人 他们是来打探我的消息的 结果才知道 我是被我妈逼死的 这消息一出 网上炸锅了 很多网友都不敢相信 真的有母亲 会和自己的女儿辞敬 甚至用语言化作利刃 逼死了自己女儿 有很多与我有着 同样遭遇的女儿们站了出来 控诉着自己 被辞敬的痛苦经历 我们只想做妈妈的女儿 我们不想和妈妈辞敬 我们女孩子 为什么就不能互相信赏 为什么要为了男人辞敬 我恨我的妈妈 如果我知道我的出生 是为了让她用来衬托自己的美 那我宁愿选择不来这个世界 一时间 我妈成了众矢之地 她刚走出小区门口 就被飞来的鸡蛋砸了一脸 她把胡在脸上的蛋清抹掉 张着嘴就要骂 又一只飞来的青蛙 砸进了她嘴里 顺着她的喉咙 滑进了她的肚子里 她反应过来后 恶心地直扣喉 想把癞蛤蟆吐出来 看着她披头散发 浑身污垢的模样 我一点都不可怜她 这些都是她自找的 21 我抬头看向小区门外的陌生人们 他们都是来为我伸张正义的 如果我早知道 有这么多人愿意爱我 就好了 我又看到了我妈 掏出手机给我爸打电话 电话刚接通 她就委屈地哭了起来 老公你快回来救我 可我爸自己也自身难保 我妈和我辞敬 导致我绝望跳楼自杀的源头就是她 我妈遭遇网爆 她又怎么可能能够置身事外 网友们人肉到了 她的公司电话和邮箱 一通又一通投诉她的电话 打了进去 一封又一封的投诉邮件 传到了她领导那 她所在的公司上个月刚刚上市 突然遇到这种事 股票暴跌 领导自然也不敢保她 直接把她炒了 她接到我妈电话时 刚被领导骂了个狗血淋头 顿时也来了火 冲我妈破口大骂 贱人 臭婊子 都是你 不是你整天刻意针对芝芝 还总在网上拿自己和芝芝比较 芝芝怎么会死 都怪你 你简直就是我们宋家的奇耻大乳 我现在工作也丢了 你满意了 我跟你说 咱俩明天就离婚 我妈张张嘴 想解释 嘴里却传出一声 呱 我爸连关心的话都没说一句 很干脆地挂了电话 任由我妈在这边遭人打骂 我不知道那一刻她在想什么 我只觉得她活该 她以为和自己女儿辞敬 就可以得到丈夫全部的爱 可一个会放任妻子和女儿辞敬的丈夫 又怎会是良人 一旦遇到啥事 她只会选择独善其身 根本不会保护她 最终还是闹到警察来了 人群散去 我妈才被送到了医院 我也跟着飘了过去 她坐在病床上 一边梳着夜 一边还是不死心地给我爸打电话 我爸一遍又一遍地摁掉了她的电话后 她终于想起了我那被她和我爸 送到国外念书的弟弟 她担心网上的事情对我弟也有影响 她打电话给我弟说 宝宝妈妈被网爆了都是因为你姐 她死了还害我被那些多管闲事的网友骂 他们还跑到我们家小区门口给我砸鸡蛋 你爸也不是个好东西 他说他要和我离婚 你在国外现在咋样了 还好吗 国外应该没人知道我们家的事吧 网络都是互通的 国外的网友也是会上网的 我弟在电话里头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像我爸一样指责我妈 妈 你别给我打电话了 现在我的同学都知道我姐是被你逼死的 天天在学校读我 我已经烦死了 我爸跟你离婚 你可别争我的抚养权 我还得靠我爸给钱我上学 说完 他冷漠地挂断了电话 丝毫不关心我妈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我妈终于在那一刻心如死灰 坐在病床上又笑又哭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我看到他眼里的光一点一点消失了 22 夜深的时候 我妈自己从医院回了家 她从包里掏出钥匙开门进屋 却发现家里的锁已经被我爸换掉 她绝望地按门铃拍门 把邻居都惊动了 我爸也没开门让他进去 邻居站在门口 冷漠地看着他的笑话 他崩溃地坐在我们家门外大哭 像疯子一样用头砸门 砰 砰 砰 一声又一声 邻居们怕闹出人命 这才帮着拍门 喊我爸开门让他进去 我爸终于开了门 他满眼闲雾地低头屁腻着我妈 又在邻居的劝说下 把我妈拉进了屋里 进屋后 我妈还对他抱有最后一丝期望 求他别和他离婚 可我爸本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他怎么会在我妈严重影响到他的未来后 还愿意和他在一起呢 他拒绝了他 还用尽世间最恶毒的话语来骂他 你真以为你貌若天仙 还天天跟吱吱比美 我那是说的违心话 其实你脸上的医美痕迹 多得早就让我厌恶了 今晚你就收拾好你的东西 滚出我的房子 他最后还丢下这么一句 我看着我妈满脸飞红 一直红到发根 双眼死死地盯着我爸 这个侮辱了他的人 他似乎是想和我爸同归于尽 23 我爸回到房里 毫无防备地躺下了 我妈进了厨房 我爸回到房子了出来 可他没有停下 趁我爸睁眼想反抗的瞬间 又给了他第二刀 第三刀 直到他瞪大着双眼 彻底没了气 他丢下了刀 坐在了床边 我身后的黑无常 已经把我爸的灵魂带走了 我还是待在我妈的身边看着他 凌晨三点时 他爬上了窗台 毫无留恋地一跃而下 就像我当初那样 而我就他坠落的瞬间 飘在窗口看他 他灵魂离开肉体的那刻 终于看到了我 他瞪圆了眼睛 许久都说不出一个字来 在被我身旁的白无常姐姐带走时 他终于说了一句 原来这就是我的报应 有因有果 可不就是报应吗 24 我终于可以自由离开了 离开前 我去看了那个可怜的老太太 我飘到了她的床前 低头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 告诉她 姥姥 你要好好活着哦 姥姥似乎是感应到了我 她睁开了眼 满屋寻着我的身影 可我早就离开了 范外多年以后 老太太受正中寝 灵魂离开肉体那刻 她看到了以前 总给她最爱的外孙女 说起的黑白无常 奇怪的是 黑白无常的身旁 还站着一个女孩 她的模样很眼熟 她飘了过去 细细地看着 女孩拉起了她的手 轻轻换着她 姥姥 我来接你了 原来是芝芝啊 她们最后手牵手 一起走过奈何桥 喝下孟婆汤 下辈子 她们不是母女 她们是姐妹 相亲相爱的姐妹 全文完